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52天 哇 犹大史密斯是一位五旬结派青年团契的领袖 他来自美国的西雅图 犹大充满热情 具有极强的沟通能力 尤其是和青少年 他简直就是我所见过最棒的沟通者 当犹大聆听别人时 他最喜欢用的词就是 哇 对他来说 哇 代表了尊重 赞叹和敬仰 从很多方面来说 能生活在21世纪的西欧 是件非常幸运的事 但如今的西方社会 再也不像曾经那样 真是尊重 赞叹和仰慕这些品格了 真言 13章20节到14章第4节 尊重 尊重这个概念贯穿真言史中 在下面这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尊重的三个例子 第一 尊重神 行动正直的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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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畏惧和极度尊敬 要想建立良好的关系 尊敬是起点 第二 尊重智者 要认真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为伍 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得智慧 智慧人的嘴 必保守自己 遗憾的是 我们的社会 对先辈流传下来的智慧 越来越不以为然 智慧通常来自生活经历 真所谓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第三 家人间的尊重 不愿指正 就不是真爱 管教孩子 就是疼爱他们 有些人完全按字面意思 解释这件经文 甚至滥用它 其实 真言在这里所指的 是家庭中 要建立正确的尊重观 要长幼有序 孩子尊重父母 父母也要尊重孩子 父母的管教 要以爱为原则 主啊 请帮助我们增长智慧 帮助我们将爱和尊重 结合起来 成为家庭生活的榜样 新月圣经 约翰福音 二十章 十到三十一节 赞叹 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在复活节的早晨 坟墓中不见耶稣的尸体 耶稣的跟随者们 果真见到了复活的主 如果从历史角度 来诠释基督教 基督教可以被定义为 圣经记录了历史事实 耶稣今天仍然活着 约翰一共四次记录了复活后的耶稣 前三次均出现在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不仅能在这些事件中看到复活的证据 也能看到复活 也能看到复活带来的影响 第一 赞叹和惊奇 毫无疑问 约翰亲眼目睹了耶稣向玛利亚显现 与其他古代文献相比 这一段描述极其与众不同 在耶稣那个时代 妇女的见证远不如男人的有价值 所以如果门徒想要捏造耶稣复活 绝不会让摩达拉的玛利亚成为第一见证人 耶稣的首次现身并不具备轰动效应 他出现在墓园里 第一个看到他复活的见证者 也让人深感意外 他竟是玛利亚 一个蒙主疼爱 被主赦免的 有信心的女人 这个事实也显明 耶稣是多么尊重妇女 可以说 耶稣的这一举动 以及他在世时对妇女的态度 撼动了整个人类社会 对妇女的偏见 可悲的是 两千年后的今天 我们离耶稣的榜样依然很远 耶稣并没有问玛利亚 你在找什么 而是问 你找谁呢 玛利亚的回应充满了敬畏和惊奇 当他意识到此人正是耶稣时 便用亚兰语惊呼道 拉波尼 就是老师的意思 耶稣对玛利亚说 不要摸我 这是因为玛利亚将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和复活的耶稣建立关系 耶稣将通过圣灵住在他里面 他也在耶稣里面 仅仅知道有关复活的历史证据还不够 我们还要亲身经历 与复活的耶稣相遇 第二 平安与喜乐 世人努力寻找内心的平安和喜乐 殊不知 平安和喜乐的源头 是与耶稣建立关系 玛利亚急忙跑回去告诉门徒 我已经看见了主 耶稣也向门徒显现 这给他们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喜悦 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耶稣三次对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 只有耶稣临在 真正的平安才会降临 信靠耶稣 这能给所有人带来真平安和真喜乐 耶稣对多玛说 你应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通过这短暂的相遇 耶稣将一群饱受惊吓 迷茫无定的人 转变成一个充满爱 喜乐和平安的集体 第三 目标和力量 耶稣带给门徒新的目标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坟墓之外有生命 这个事实给人类社会 带来了全新的意义和目的 而你的使命 就是向世人宣告这个大好消息 最后 耶稣还将能力赐给门徒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圣灵将赦免的力量和大能 赐给了你 神也希望把这股 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力量 赐给你 通过授予圣灵 以及启示祂的话语 神把属天的能力给了你 好让你把罪得赦免 进入永生的好消息 传给世人 多玛是怀疑主义者的代表 他小心谨慎 疑思重重 我常想 如果我当时在多玛的处境下 也一定会发出同样的疑问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当耶稣向多玛显现 并对他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探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实 多玛一定感到万分惭愧 也真正谦卑了下来 耶稣的钉痕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神是多么谦卑 多么仁爱 耶稣照着多玛的本相接纳他 他接受了多玛的疑问 丝毫没有埋怨批评多玛的意思 你无需因疑惑感到自责 反倒要像多玛一样 诚诚实实地把疑惑带到耶稣面前 当耶稣回应多玛时 多玛充满了敬畏 崇拜和惊奇 他赞叹道 我的主 我的神 起初多玛不能相信 但现在他发出了四福音书中最具震撼的宣告 多玛是第一个将复活后的耶稣称为神的人 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他此时的心情 这就是 哇 耶稣告诉多玛 信靠带来祝福 信靠也带来生命 在约翰福音中 信靠和生命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 如果你信耶稣 你就会有生命 这个生命是最有质量 最真实 最丰盛的 并要延续到永恒 约翰写福音书的目的是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复活是基督徒对此生 以及来生盼望的根基 耶稣基督 我的主 我的神 今天我要带着敬畏和赞叹的心 来敬拜你 旧约圣经 撒末尔记下 一章第一节到二章第七节 尊敬 大卫对扫罗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大卫没有心怀不平 没有仕途报复 他对扫罗始终敬畏有加 毕竟 神曾经高举过扫罗 大卫并没有因扫罗的没落而藐视他 大卫的行为让人感慨 他对那个声称杀死扫罗的亚玛丽客人的儿子说 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怎么不畏惧呢 这个亚玛丽人谎称杀掉了扫罗 想以此向大卫邀功 很可能这只突就趁乱 将皇家封印从扫罗的尸体上偷走 以为这可以做他邀功情赏的证据 殊不知 大卫对扫罗始终带着敬畏之心 这个亚玛丽人偷击不成 反施了性命 大卫为至有和亡的死而哀哭 面对逝去的亲人 悲哀是一种正常健康且必要的反应 说到底 大卫敬畏的对象是神 大卫问耶和华 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 耶和华回答说 可以 大卫说 我上哪一个城去呢 耶和华说 上西伯伦去 大卫听神的话 他在西伯伦被高丽为犹大的王 主啊 请帮助我对所有蒙你高丽 身为领袖的人 充满大卫般的敬畏之心 不管这些人是支持我们 还是反对我们的 请帮助我过一个敬畏你 顺服你的生活 佩伯的补充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节 耶稣本可以向任何人显现 但他却选择首先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每每想到这一点 我都感慨不已 耶稣没有先去找门徒 甚至没有去找他的母亲 却先见了这个不被任何人看中的女人 今日金句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